关于你提到的这个拉丁美洲上空的这个气球 经了解何时有关的这个无人飞艇来自中国 美国领空诸线中共间谍气球之后 中共外交部辩充 美军击落的是民用无人飞艇 并批评美方反应过度 又日又承认 拉丁美洲上空的间谍气球也来自中国 但仍然辩充是民用性质 对此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表示 中共是撒谎诚信的政府 余茂春指出究竟是哪个民办的公司 目的是什么 总部在哪里 是哪些人员的操作 运作目的是什么 中共都讲不清楚的 并认为实际上没有一个有清醒脑袋的人会买这一套 所以中共越抹越黑 还要就这个向美国进行抗议 关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 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延后原定5日的访中行程 中共外交部3月对外宣称 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令外界错愕 因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1月17日才说过 欢迎布林肯访问 美中双方正在安排具体事项 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 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余茂春表示中共是一个撒谎诚信的政府 没有公信力 自己说的谎都不能圆起来 另外中共也避而不谈高空侦察气球 侵入美国领空违反国际法 CNN引述美国官员指出 目前发现了两枚中共气球 期待了通常与标准气象活动 或民用研究无关的监视设备 新唐亚太电视 陈辉模张瑞珍综合报导